HELLO,大家好,我是永藤醫師 很高興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新的主題 這次要討論的主題是有關於超音波的一個基本技能 隨著這幾年來的技術上的進步 越來越多的超音波都是用平板方式來做呈現的 甚至你可以行動的去超音波 去隨時關注病人的狀況 現在的超音波在我看來已經是一個醫學生 甚至是初階的這些醫生的訓練講程當中 一定是一個必修的一個課程 超音波具備了有好幾個好處 首先它是非輻射性的 你不需要為了看清楚病人的構造 或是說你為了看清楚所有的構造 你為了這樣事情去把病人造成一輪吸體 那吸體有它的很大的優勢 但是有些時候我們為了一些檢查 你並不見得一定需要讓病人接觸到這麼多輻射性的處理 這些並不太需要的 再來就是第二點就是 超音波本身的可進性很高 我們基本上會戰該有超音波的 已經是慢慢是一個必備的基本盤 再來第三點就是 超音波本身又是一個低侵入性的檢查 除非你是要配合要輔助要做一些導引下 比如超音波導引下做切片 做打CVC 或者是說你可能是要做引流 但或許會侵入一些 但為何它是一個相對來講 安全又比較可靠的一個做法 既沒輻射性然後又便利 同時它對病人的傷害很無其為 至少我們應用超音波這樣的範圍當中 基本上是沒有報告指出會對 與人體的本身的組織有明顯的影響 這個是大家可以先放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那學弟妹一定要學習一件事情是 要如何讓超音波用得順手用得上手 然後也很感謝新冠醫院願意在這個部分 提供給PGI病房一個很大的福利 然後等一下學長會demo這台機器的使用方式 以及它所需要注意的事項 以及它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那以現在的技術來說呢 我們其實可以透過了這個無線的設備 然後可以跟我們平板或是我們手機做個連結 那這個的話是一個叫做Leysono的一個型號 那它是一個手持式的這個設備 那它基本上來說呢 這個設備可以提供了我們很方便的特性 是因為它是無線的 你看它的之間是沒有用USB或是線材做連結 那我們在demo這個之前呢 要大家先了解基本的一個特性 超音波當中呢 我們基本上最大的核心精神 就是要透過探頭本身發出的電晶體的訊號 產生出夠多的一些ultrasound 那當你的高頻率到百萬赫子以上的時候呢 你可以在這種情況下達到最高的解析度 同時又有核式組織穿透度的一個特性 那當然在應用當中呢 你不同部位的超音波 它所需要的設定可能會有不同 如果是像假裝線超音波 它的頻率率就更高 但它穿透的厚度也比較淺 因為這也很正常 那因為它看得比較清楚 同時它的所需要深度不深 那我們一般腹部超音波來講的話 我們的赫子數會比較低一點 但也是百萬等級的 那這種情況下呢 它也可以看清楚腹部當中 一些比較標淺的器官 像是肝膽道或是一些甚至有機會看到一些胰臟的情況 那當然還有一些心臟還有腎臟 當然也可以順便一起看 那皮臟就看運氣 就有時候運氣好可以看得到 那問如何呢 隨著這些設備的進步呢 它的這些已經是無線化的情況下呢 其實就擺脫我們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不方便 甚至可以說 這個工具呢 應該是我們以後學弟妹應該要很常去使用的一個工具之一 那接下來我們會demo它怎麼去做 然後怎麼去操作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以下來做個示範 那這部分呢 我們會進行呢 我們本院的無線裝置 叫Lessono的使用方法 首先呢 大家可以透過平板或手機去下載 叫Leltec的軟體 那Leltec拼音叫做L-E-L-T-E-K Leltec 那這個部分呢 在下載安裝之後呢 你就直接進入這個軟體 結果這個軟體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一個主畫面 然後也在這同時呢 我們可以拿出我們手上的這台裝置 叫Lessono 這台旁邊當中有一個特別一點 是它有一個這個開機的這個按鈕 然後按長按 這時呢 你的這個閃光指示燈呢 會從這個藍白色亮出來 變成藍紫色 好的之後呢 我們這個系統當中 可以看到這個當中還沒有進行連線 所以我們要先點出觸碳頭這個鈕 把它碰下去 按到這個選項 然後你就按加入 記得這個情況下 你是需要連到院內的網路 才有辦法配對起來的 不過不用擔心 如果你用的是我們院內裡面的 院內平板的話 這個問題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 連線後呢 它會顯示裝置已經接上去 然後這樣正在跑 這個跑碼正在跑 等它跑完之後呢 就進到這個主畫面 你就可以進行做這個檢測 好 進到主畫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探頭 放到我們指定要的部位 譬如說 我想看我的Skini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把探頭指到對的方向 然後呢 你可以試著調整你要的角度 不管是橫的還是中的都可以 然後也可以配合病人的一些技巧 像譬如在當中是學長自己做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找到 適合的這個槍徑跟大小 不管是那個 Longitudinal的還是 Sverse都可以看 好 假設說好 我找到一個比較滿意的這個過程 假設是這樣 這時候你就可以按下一個快照 按下這個快照之後呢 它就會把這個的view呢 把它截圖截下來 當然 你也可以去改變它的深度 作為適應的調整 可以操縱這個橫桿 可以把深淺度做調整 但是由於它是無線的 所以它不會像有線當中 你一做就會等 所以有時候 你要稍微要抓住一下這個時間的差 不過一般而言 操作起來 我覺得體驗還是不錯的 這個感受還是滿好的 假設說你想要調亮度 你就按這個增益這件事情 你這enhancement 的部分呢 可以做亮 按 亮 按 好 那我們為了達到這個ecogeneity 的程度呢 我們調個40就可以了 好 好 那 以此再推 假設說你想要看這個的熱膜部分的話 一樣也可以 調到你適合的角度 在做demo 也都是行得通的 當然你可以根據這個 就是咬音的基準線 然後呢 去錄下你的你要的這個橋段 那就按 入置螢幕 就假設你可以入動態 配合你的呼吸 好 這樣子錄下這個橋段也是可以的 錄完之後呢 它就會替你會出一段影片 那 再來就是你可以根據你的頻率 你可以根據你這些穿透程度 調整你要的強度 好 那當然調整後會有不同的結果 好 那我們一般預設刷1.8 因為負操並不需要非常高的打萬赫字 你可以達到影像前景形象的效果 那 跟氣率的部分的話 我建議就是直接全套高效能 直接直接用了 基本上呢 不用怕這個無線裝置都會沒電 正常使用下 用了4個小時 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好 以負操為例子來說的話呢 我們剛才有講到說頻率可以調控 那剛才講到說負操本身呢 你頻率其實並不需要太高 因為你看起來如果你剛才太高的話 你反過來 影像的呈現品質反而不好 因為它的最淺部分都被吸收掉了 甚至會進不過去 所以我們反而呢 把降低頻率後呢 你的幹食指啊 你的膽囊的部位啊 都會看得比較清楚 以這個問題子來說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所以呢 大家在這次參數的時候呢 記得要根據臨床狀況 做最適合的頻率的調整 當你做完檢查之後呢 你開始要把影像存進去之後呢 因為這個是我們檢查編號第17號 當然你可以後續再去做改名稱 或改病人的姓名 那我們經到這個選單當中 按了點下這個回顧 別顧當中就有看到這些圖 還包含你剛才講到路道的這個 這個橫隔的這個移動 還有這個胸腔的一些移動 當然因為受限於個人的一些 操作上的關係 當然這次目的是 主要是能夠錄下動態的過程 那這邊呢 也可以看到我們剛才錄下的這個 Goldblader 好 那同時呢 你也可以從當中去看 跟病患資訊 假設這是0017號 假設就是 欸 輸入我的名字好了 假設是這樣 信呢你可以用QuickID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 用力這樣子 也可以 隨便 反正輸入進去就行了 輸入完之後你就按儲存 完了OK 你就Save 它就存進去了 那這部分呢 就是你按回顧 按回顧之後呢 這邊基本上都是你OK之後 它這邊呢都會幫你做儲存 就你按這個會出的檔案 也就可以把這個三個東西都全選 不管是照片還是影片 那你就按全選 你就按這個會出 然後呢 包含影片文件 你就說yes 要一起會出 你就用png就好了 不用太難為這樣子 這個時候呢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回到一開始的首頁 這個時候呢 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檔案裡面 我們這個Lealtech呢 裡面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資料夾 就是我的 裡面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些可愛的這些圖片 還有我們這些超音波 剛剛找出來的結果 都可以看到一清二楚 好 是不是還蠻有趣的呢 你看 COVIDER這個也錄好了 所以呢 這個操作來講 其實是還蠻人性的 並不會說非常的困難 好 那最後的事情就是說 你完成之後呢 要怎麼去結束這樣的程式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從我們的這個首頁當中呢 我們先按結束檢驗 結束檢驗呢 它就會回到這個view 那由於呢 我們裝置已經點上了 但是我們需要離開這個程式 我們就按離開就可以了 它自己就會退掉 回到主畫面 而當然我們也不要忘記 一件事情就是我們這個 要系的關機 關機方法很簡單 就是按這個開始的開機鈕 直到它這個燈熄滅為止 已經不再亮了 這代表已經結束了 相信透過這次的示範呢 我相信大家可以對這台最新的 這個無線的超音波裝置 有一些了解 超音波的使用呢 無論是對我們臨床上的診斷 還是對我們的一些 一些評估病人的狀態當中 是提供一個非輕入器 即時而且有用的訊息 所以也鼓勵大家 在這個PGY訓練當中 就把超音波的技能練好 這對你以後無論是走 這個急重症的 還是病房的呢 還甚至是門診 或將來你有以後的機會 出去外面開業的時候 超音波都會是你一個非常好的 送人無窮的好朋友 那以上介紹到這邊 我是劉腾醫師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